中部为了要降低学生在校门口接送的事故发生率 现在力推继承车预约共乘方案 在上下课时间让小黄可以直接开进校园里面接送学生 目前率先在高雄女中高雄高商来试办 开放10条接送路线 同学必须在指定的地点统一上下车 才首接APP预约制 而车资是平常继承车费的一半超划算 试办期间每天吸引超过百人搭乘 不过想让共乘成为学生的日常可能还有一些难度 因为大多数学生反应要跟陌生人一起搭车 不管是在防疫还是心理上都觉得不太安全 放学下课时间 计程车直接开进校园 同学一起搭车要从高雄女中到火车站 原先车资至少百元起掉 现在只要40元 收集APP点下去 提前预约就享有计程车的共享服务 主要是针对高中生 而且出车条件相当容易 只要两个人就可以出发 省去路边拦车麻烦 也可以省下大笔车资 但学生买单吗 很便宜就会啊 比较不想吧 因为毕竟防疫问题啊 或者是说 跟不认识的人会有安全疑虑这样 跟不同的人搭啊 不认识 不认识 我觉得怪怪的啊 跟陌生人一起搭车 学生普遍反应觉得怪怪的 但为了降低平常校门口接送的事故发生率 校方力推小黄共乘专案 但现在还在热身事半阶段 目前两所学校试与运当中 在上下学的时间 提供五个工程点 搭小黄上下课 通通只能在指定的地点上下车 事半的第一个礼拜 每天至少有超过百人搭乘 不认识的 那你说来来救工程 互信度不够了 未来推的 像不管是学生族群 或者是企业 同一个企业 想让工程成为学生日常 似乎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借台北高雄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